一天的健康就从蔬食开始 欢迎收看蔬食够健康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银耳 然后它配合了燕麦 燕麦我知道大家一定都知道 就是这个东西是在平常生活 就应该要非常的认真吃它的 因为它可以这样胆固醇 而且它有很多的纤维 再加上银耳它有很多的一些 胶质跟膳食纤维 所以我们这一道叫做银耳高鲜小Q饼 我们欢迎我们的川子老师 哈啰 大家好 老师 妳要带给我们什么惊喜 对 因为一般来讲银耳 大家都会想到煮甜汤而已 对 就只有甜汤 然后一般都是拿干燥的再去泡发 然后再来煮 这不是吗 这是新鲜的 今天拿的是新鲜 其实它新鲜的在料理上的话 都会拿来做咸的炒食酥 然后还有在一般素食餐馆会常见 可是我在市场通常看到是干的 对 都是干的 或者是有点黄黄的 有点黄黄的 对 有点黄黄那个是没有洗过硫磺的 如果你发现干燥的有没有很白的话 通常都是有洗过硫磺的 所以老师 妳这个是新鲜的 完全新鲜的 对 它摸起来很绵 很绵 就是软软的这样子 那新鲜的如果买新鲜 一定要在冷藏柜买 不要让它退冰 所以意思是在超市 对 超市的话会常见 会比较常见 下次可以试试看 对 因为通常的话 在入菜的话 都会拿来做食酥拌一拌而已 那因为它不好入味 所以其实在一般菜肴比较少用 对 那大家一般都是吃甜糖甜糖 久了也会吃得很厉 像甜的我就真的不喜欢 对 我们就转换一个方式 那今天做的这个小点心 是你可以配茶 配咖啡都非常的棒 而且我看到好多坚果 对 你可以把它当成像 那种营养棒这样子 坚果棒这样子 来做食用都是很好的 所以可以放着 就是做好之后放起来 对 放起来 对 而且它的制作方式非常的简单 我们就最喜欢听到你讲简单 好 那我们新鲜的这个银耳 要先烫 对 我们要先把它汆烫过 我们先把它的胶质 先把它烫出来 那我们进去 对 老师它是加热以后 胶质才会跑出来 对 它加热之后 胶质就会马上出来 如果像你平常没有时间 想要煮银耳甜汤 你没有时间去泡干燥的银耳 再炖的话 其实你买新鲜的也可以 但是新鲜的口感呢 跟干燥的口感 还是会有一点差距 但是新鲜的是滚得马上就好了 滚了就好 就简便 对 就简便 但是它的口感就没有那么爽脆 就没有那个咬劲 好 那我们水滚之后 我们直接就是把它这样拨一拨 直接放进来就好 我觉得你这样拨好像在拨面包 对 手撕面包 它的质地非常的Q弹 你看 它非常的Q 我是其实没有买过这样新鲜的白沫 下次真的可以试试看 它真的还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食材 这怎么很像我们在超市 会买到一包那种像红喜菇 对 它就是长这样子 就一包一盒这样子 那这样很方便 而且它价格其实也不贵 那其实很好用 你平常炒菜或干嘛 其实都可以加进去 或是你煮鸡汤 你想要让它有浓稠感的时候 丢个新鲜的下去 它会有那个胶质感 嘴巴会黏住 所以它一丢进去 一下子它就会化掉 对 它会变扁扁 比较扁 但是它就变得没口感这样子 比较没口感 像豆皮的那种感觉 所以煮汤想要让它有胶质 对 想要黏嘴巴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招 哎呀 赞了 想要让你的汤里面更有口感 有胶质 那你就可以丢这个银耳 新鲜的银耳下去 或是山药泥 但是山药泥下去的话 那个浓稠 汤就不会那么的清澈 这个丢进去的话 汤会很清澈 或是你平常要勾切做酸辣汤 玉米浓汤 就换这个 就换这个 像之前我们也有教过 就是红萝卜浓汤 我也是用新鲜的白木耳来做 所以观众朋友你看 我们今天教的是甜点的小Q饼 老师要教我们汤怎么做 对 太厉害了 平常要勾芡 玉米浓汤不要再炒油糊了 直接用新鲜的白木耳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新鲜的山药 打成泥直接来做勾芡 你就不用再吃面粉油糊 我们通常现在也比较不喜欢勾芡 对 因为那个吃起来负担会太大 那我们烫好之后 我们等一下把它放到我们的那个 调理机里面来 就可以直接来使用 那它烫完之后 我们把它瀝干 把它水分瀝干 因为水分会影响到 它这个比例的话 会取决在你烫完之后 瀝干之后的水分 对 当然你比较湿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燕麦 就可以多加一点 对 那它这个在烫的时候 就是你一定要让它滚 那因为菇类它本身 就有一个菇菌的那种草腥味 那我们先把那个味道烫掉 主要汆烫的目的也有在这边 就是把它烫掉 像它这样滚了之后就可以 那它旁边就会开始 有出现那些小泡泡 这样子一定要完全滚肺 要煮肺 一定要把它煮肺 所以又可以把腥味去掉 对 然后你看这个汤就很浓稠了 就开始有那种浓稠感出现 那等一下这个汤 就可以留下来煮其他东西了 对 你就可以拿来煮淡花汤 有浓稠感的淡花汤 漂亮 就这样子就很浓稠了 它其实像如果一般煮甜汤 这样子滚了就好了 就好了 新鲜的滚了就好了 然后你再把你要加的冰糖 桂圆 桂圆 桂圆都可以 到底银耳你都会加什么 如果甜汤 甜汤的话我会加一点冬瓜糖跟黑糖 或是冬瓜条下去 如果说不想吃那么燥肉 就不会加桂圆 但是桂圆有些人吃的会觉得太燥热 对 会太燥热 所以我会加看冬瓜糖 或者是整条的冬瓜条 冬瓜条下去熬 所以你看老师录一个节目 教一个饼 要教我们煮汤 还有甜汤 记得就是如果是银耳的甜汤 对 不一定要加冰糖 可以加冬瓜糖 冬瓜糖加冰糖 就是至少两个糖的味道 对 会去中和 然后因为冰糖的话我会建议大家 我比较爱用冰糖跟冬瓜糖的原因是 因为冰糖的话它是单糖 对 热量比较低 对 跟砂糖比起来 那像有些人的话 如果说你是加桂圆 我会建议用黑糖 会比较香 它们会相符相似 是 香味会出来 会有一个就是焦糖的香味 加分的感觉 对 加分的效果 好 那我们呢 就这样烫好之后 我们要来把它打一打 那趁它有热度的时候 我会先把那个黑糖进来化开 我刚才想问说 你这样下去 这个容器会不会太热了 不会 这个容器很迈热 所以然后你还要趁它的热度 热度来融化我们的黑糖 那因为黑糖有时候 台湾比较潮湿 你如果没有存放好 它都会一块一块的 对 所以你趁现在这个热度 它刚好可以帮你溶解 对 好 那我们的黑糖呢 直接进来 那黑糖的话呢 它这个不会很甜 做起来不会很甜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 你想要再甜一点点 我会建议你加一些砂糖 对 对 因为黑糖它本身甜度比较低 然后 香味比较重 香味比较足够 对 那我们呢 我们就把它打细碎 把它打得比较细一点点 那它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口感在 那你看喔 这样就比较水 那这个水我们就可以 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不用再去加水 我们直接就加燕麦进来 所以如果一般像那个 现在不是大家都在喝 木耳露吗 对 就是这样打一打就这样 就这样 就这样 那如果老师刚刚讲 滚了就好了 对 你如果自己要喝木耳露 或是你要打个什么精力汤 你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买新鲜木耳其实是 比较简单处理 省湿 对 比较省湿 只是说你买新鲜的回来 你三到五天一定要把它做完 对 一样 像那个就是 宏喜菇那些也一样 也一样 不然它就会生水出来 对 它生水的话 它就会变质了 对 所以你一定要就是 买回来我们三到五天 就把它弄完 那一样呢 我们现在加我们的燕麦进来 我们再把它打一打 对 所以它就有点像我们 做那种面粉让它成型那种感觉 对 然后它现在已经整个就是 这样就好了 对 这样子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坚果拌一拌 跟我们的 可是这样子感觉 这已经成型了 对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么简单 对 它现在比较热的时候 它会比较软一点点 对 那它冷了之后 它会比较凝固一点 会比较干一点点 对 那有些人会把就是坚果的话 还会打过 但是我比较喜欢原食物的感觉 对 所以我就没有打 直接拌一拌 对 用拌的就可以了 那像现在它比较热的状况之下 它就会比较湿一点点 那如果你现在的状况 你要来做的话 会建议你燕麦再稍微多一点点 对 都可以 好 那我们可以把它 所以燕麦 因为大部分做这些饼类的 可能都会选择用面粉 对 可是用燕麦 就是担心它那个浓稠度够不够 不过我们选择的是银耳 对不对 所以两个粘稠度是可以的 因为你看它这样子 其实就跟面团没两样 而且这样一拉起来 还会有牵丝的感觉 对 然后有 我有看到那些透明的那些木 你看它其实很黏 它这样一个一个一个 这样其实很黏 那我们把它拌进来 那这里面呢 我会再放一点橄榄油进来 对 这样子呢 它跟黑糖会有一个 就是所谓的加热会有核化反应 就梅纳反应 它上起来那个香味会更香 这样子 对 会把它 因为我们没有放香精 对 那因为燕麦本身就是有一个味道 大家不喜欢吃它 就本身的那种味道 铺铺的味道 大家不太喜欢 有一点 有一点 我现在其实有闻到 对 所以我会利用橄榄油的清香 把它的味道加进去 然后等一下进去烤 对 进去烤 那它会跟我们黑糖 产生一个梅纳反应 就是会有焦糖化反应 这样子呢 它的香度会更加提升 所以我们这样子做 完全不用加任何香精 因为有些人真的不喜欢燕麦的口感 也不喜欢它那个味道 其实大家不喜欢吃 就是讨厌它那个味道 所以老师要把那个味道 就是用橄榄油跟黑糖 把它稍微取代掉 对 没有错 因为一般的话外面大部分 都会叫你要干嘛 加香精 对 那我们不需要加香精 所以你看我们这一道 很简单的小Q饼 其实它营养成分非常的 非常的高 对 非常高 而且你看其实它又低糖 又低糖 又少油 对 那如果说你家里你想要 有芝麻粉 你也可以加黑芝麻粉进来 那你有红梨 那你也可以加红梨进来 对 这个都可以 就是随便你要加什么都可以 就是说你刚好有什么食材 那我们就把它加进来 那就是方便取用的食材 然后我们的燕麦就是分次 大概分个 就留一点点 对 分二到三次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把它拌均匀之后 它其实非常的浓稠 目前都很简单 都很简单 而且完全没碰到手 没错 对 最后一个碰到手 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用手 来把它塑形 就这样而已 做成小Q饼 对 做成小Q饼 一球一球的这样子 你看它整个都很黏 对 好 来 这样子之后呢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小汤匙 我们把它挖成一球一球的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稍微塑形 那你如果怕手会黏的话 怕手会黏我们就把它沾点油 你手可以沾上一点我们的橄榄油 橄榄油 对 我只是这样 我们直接不沾油 然后呢 直接来做就也可以 真的 老师的手一拿起来分开 它上面都是很稀 黏黏的 都会这样黏黏的 有丝这样子 会黏黏的 看到吗 对 我现在想办法让它看得到我们的黏黏的那个 这个浓稠度非常的高 那这个的话 如果说你想要给小朋友吃 小朋友 我会建议说把坚果拿掉 因为小朋友不好要的话 你把坚果拿掉 可是如果坚果也一起下去打碎 打碎的话就OK 对 那这个很好 可以当一个小朋友的小点心 我觉得这个不是只有小朋友的小点心 我觉得这是很多女生的小点心 对 就是它是一个能量 对 然后就是 能量棒的概念 就是低热量 对 好 那我们呢 等一下我们锅子可以来把它预热一下 好 对 那它烤的话呢 我们只要把它烤干就可以 把它水分烤干 为什么把它水分 要把 只要简单把水分烤干的原因 就是要让它存放得更久 所以你把它水分烤干 它可以存放得更久 老师 你的更久是多久 更久的话就是基本上 如果说你有把它放在冷冻 你想吃的时候呢 稍微回烤一下 一个月到半个月都 半个月到一个月都不是问题 放冷冻 对 它可以放冷冻 会建议 因为它木额的水分比较高 所以会建议你一定要把它 烤干一点 对 烤干一点 对 你平常 因为台湾我们的气候比较潮湿 对 比较不适合放在室温 对 比较不适合放在室温 所以做好之后烤干 要么热热吃 如果没吃完就直接放冷冻 对 放冷冻会比较 然后再来 因为冷场会吸那个湿气 不然你就是一定要把它放到 我们的那种保鲜盒里面 断绝它所有的湿气 对 因为东西的话 坏掉最怕的是什么 三药素就是 第一个是温度 对 再来就是水分 水分 对 这几个原因 会让你的食物加快腐坏 所以我们平常在弄的时候 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水分 可是那个手分开 就很像麦芽糖那样 对 整个都是黏黏的 就是它的黏稠性 所以你看这个黑黑的那个一个一个 我刚还以为是那个什么葡萄干 结果它是黑豆 黑豆 黑豆 太好了 你可以选择就是有一些果干也可以放进来 蔓越莓 葡萄干 这个都可以放进来 那像我们今天的这个食谱配方 你做起来大概15克左右 12到15克 如果你以上一汤匙的话 所以观众朋友有说假日 如果你带着出门 比如说要去爬山 对不对 这个其实也可以 就是能量棒 对 就带出去 很方便 然后要减肥的呢 就直接把它带去上班好了 对不对 平常就下午茶有没有 就是下午的时候 肚子饿的时候想要啃点东西 它就是一个代餐的一个概念 就是让你不会想要 才要吃东西 因为第一个它有燕麦又吃得饱 第二个它的纤维 膳食纤维又非常的高 而且还有一个你会这样咬 就会有嚼劲 满足你的口郁 满足你的口郁 那在嚼的过程当中 你的脱衣一直散发出来 这样子有没有就不会饿了 对 有运动到就不会饿了 有时候像我们 如果真的在 假设要控制体重 你叫他去吃代餐 有时候人会觉得 心里面很不舒服 对 因为就觉得那一餐 就咕嚕咕嚕嚕喝下去 好像都没有吃到东西 对 没错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高鲜燕麦棒 对 小Q饼 小Q饼 我们就可以因为这样子 然后有一点口郁 满足一下 像之前我自己的朋友在做月子 那你知道乡下做月子一定麻油 什么一大堆 那其实妈妈就是真的吃到后来很燥热 那正常的消化都没有办法 那做这个给她吃之后她超开心的 对 做月子真的真的 燥热 而且人家说十女九智 真的 很多人在产后 其实她排便可能也不是很顺 所以老师的这个高鲜嘛 对 然后而且让她又有黑糖 对 然后跟那些什么麻油鸡 那些药炖 整个综合掉 对 稍微分开一下 就不会很燥热 因为通常补药的东西都会很燥热 那很燥热其实会在你的消化上 就是造成一些负担 那其实利用食物来帮你解决上 你消化上的负担的话 其实是最好的 所以观众朋友看这一集就赚翻了 真的 学到小Q饼 又可以知道甜点怎么加 怎么调 然后呢 再来就是你看 连坐月子这个东西也可以吃 对 因为它有黑糖 所以你坐月子是可以吃的 对 而且它完全不会跟你坐月子 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冲突跟影响 对 而且坚果嘛 对 没有错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来准备来烘烤我们的小Q饼 所以这里面不用放油 不用放油 不用放油 那我们呢把它弄好之后 直接把它放进来就可以了 所以就让它像一个圆球 圆球这样子 圆球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做成压扁的形状 也可以喔 我们可以依个人的喜好 那甚至你想要用饼干模型也可以 对 那我们就是手做的概念 我喜欢就是一球一球的 对 有手做的概念 那你也可以把它像做坚果棒 一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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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这看起来有一点点像那个麻辣喔 对 然后有点像那个 这个有点像獅子头的概念 有点有 有点像 所以如果说年节吃太多的话 负担太大 这个也是一个好选择 对 当下午茶点心啊 这样子 好 那我们都用 全程都用中小火来把它烘烤 中小火 对 中小火就可以了 因为它里面的东西其实都是熟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 把它烤箱 把它烤箱 把它的那个水分把它烤干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这样子 对 坚果是熟的 燕麦也可以直接吃 对 然后木耳也是嘛 对 已经烫熟了 烫熟了 就可以直接吃了 好 这样子之后呢 然后老师你今天带这个 对 我的机器人 对 行动烤箱我走到哪儿烤到哪儿 我就不用像传统式烤箱 你看我现在做甜点 就我上一道做焗烤面有油烟 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我走到哪儿烤到哪儿 不会有上一道菜的味道 所以我这边只要160度 因为我要把它烤干而已 然后呢 大概十分钟左右 那这个的话 往下压它才会开始动作 往下压 对 因为它有自动断电功能 你往上它就是断电 然后你往下它就是开始动作 这设计很聪明耶 对 因为这样子 因为我们要提起来的时候 一定是往上 对 一定是往上 它就自动断电了 对 那我们现在只要把它烤干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聪明 下面就是用火 对 中小火就可以了 上面就可以了 烤干 烤多久 十分钟 十分钟就可以了 好 我们等一下回来 真快耶 超级快的 而且就是跟有别于 一般以前你烤箱都还要先预热 有没有 对 预热完才能放进去 然后放完之后 你要等它冷才能洗 而且它这上色 对 其实很均匀 很均匀 因为它上下夹工 对 上下夹工很快 你看它底部也烤得很漂亮 好 那我们这样烤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夹起来就可以了 这摸起来它确实是QQ的 QQ的 对 那如果你把它做成长条状 它就会比较脆一点点 想问你 对 它就会有脆脆的口感 因为我们一直说能量棒 能量棒不是一条的吗 对 怎么会是圆的呢 好 这样子我们好了之后 可以稍微摆设一下 有没有 这样子看起来心情就很好了 讚啦 对 我们这样就做完 银耳高鲜小Q比 对 而且十几分钟 就把一个非常营养又健康的点心 做好了 对 而且非常简单 对 完全你不会搞得整个厨房 一个秤子 两个秤子 一个碗 两个碗 三个碗 四个碗 其实大家最讨厌这样子 我们只要一个容器 一个超级料理盒 然后呢一个烤箱 一个平底锅 我就完成一道点心了 而且不用怎么洗 你看这个锅子好干净 很干净 擦一擦就可以了 太讚了 来 我们上菜咯 上菜咯 这个是银耳高鲜小Q饼 对 外面是酥的 但里面还是有QQ的口感 还有坚果是脆的 不同的口感 层次不太一样 对 咬下去好爽快 因为你会一直咀嚼 然后每一口 它其实就有不同的 像我刚刚就咬到黑豆香 黑豆香 对 然后再过一下 你可能会咬到果干 果干的香味 然后呢 因为我们里面有加了黑糖 那经过烘烤的话 它整个香度非常的棒 然后它那个 刚刚那个黑豆到现在还香 对 因为你烤过 烤过之后 坚果类你烤过 它的油脂散发出来的香度 会更棒 然后还有就是 你在咬的时候 虽然好像感觉 比如说是坚果 燕麦 烤麦烤过的 乳干这些 它虽然是很扎实 你真的是牙口要好 就是要去咬 然后你咬的中间 老师的Q饼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原来就是那个 藏在中间的白木饼 对 它会一直从缝隙挤出来 然后虽然外面是酥酥的 感觉是很扎实硬硬的 可是你中间不断的 就是会有那个 那种QQ的 对 白木饼的口感 一直跑出来 真的是特别 那如果这个是 吃起来就是圆的 所以吃起来会是Q的 Q的 那如果做长条状的话 它就会比较干 所以会有脆的口感 比较脆的口感 所以其实搞不好 你做一份材料 你可以做两种不同的 两种不一样的口感 对 而且老师说 如果你多做了 其实你把它放冷冻 放冷冻就好了 对 要出门的时候带出去 带出去就可以了 讚啊 这个我觉得超适合 在家里做了当零食吃 当零食 就是平常肚子饿 也不用下午茶了 就是零食 就想到就去拿 想到就吃个两颗 因为它是高鲜嘛 没有错 对 而且它有很多的肩膏 热量又很低 对 燕麦 对 燕麦 膳食纤维又够 现在所有国人其实都需要的 没有错 太棒 老师你研发这个点心 真的太厉害 动手做 一定要做 一定要动手做 对 非常谢谢川子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支持更健康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